正在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外训的国家队队员 包括刘婷婷 陈一乐 李诗佳 殷思思 欧玉山和管辰辰 在广州已经集训四周时间了 小姑娘们学习新难度 干气很俗 东旭目前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 队员们头历称在动作编排 难度和完成质量上更进一步 刘婷婷作为老队员 最近平红幕和跳马的训练效果都不错 难度也有所提升 陈一乐的商品有所好转 平红幕吧 感觉稳了很多 然后我感觉你跳马也有进步好像 对 现在在改那个技术要领嘛 但是还不是很稳定 就希望再改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会跳得更好 各个项目都有进步我感觉 然后最近伤病也有好转 前段时间它会有点反复 但是这周我感觉都还不错 李世家英思思 欧玉山和管辰城几个小花 这个冬天都在快速成长 我觉得我来广东这边三周杠子的进步比较大 比在北京就是稳定性稍微有所提高 质量也有所提高 加决你 我觉得你平红幕也有点进步了呀 嗯 嗯 我觉得你的高巨杠啊 有一点退步了 因为在北京真的好了 唉 我会加油的 我的四项就是 都有进步 然后就特别是自由操 嗯 然后平红幕也有涨劲 就是路上动作的稳定性都提高了 眼下的疫情牵通着全国人民的心 乐观开朗的体操小花们 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力量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保重身体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定能战胜这个疫情的 中国加油 虽然我们帮助不了他们 但是我们做好自己 不被感染 就让他们少一点负担 对 加油 加油